燕子见齐景公 这年冬天,齐义连下三天大雪。 齐景公披着白色胡皮球衣坐在殿堂台阶。 齐国宰相燕子站在他的身旁。 怪啊,天降大雪竟然不冷。 天气真的不冷吗? 我听说古代贤明君王吃饱时知道有人挨饿。 穿暖时知道有人受寒,安逸时知道有人在辛劳。 现在的君王真不知道民间疾苦啊。 你说得对,我遵从你的教诲。 慢点儿,不要急。 齐景公下令拿出衣物粮食发放给饥寒交迫的人。 在路上看见饥寒的路人,不问他来自哪个国家,都一律救济他们。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, 燕子明白自己所应做的事, 齐景公能做他所该做的事。 燕子善于与人交往, 交往越久,别人越尊敬他。 燕子见齐景公。 年轻人员